今天這支影片我會教你們如何從Android手機上面 把所有WhatsApp的聊天紀錄跟資料轉移到iPhone上面 或是把手機上WhatsApp的資料備份到電腦上面 那在開始之前請你們先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在影片的最後我要抽出五位粉絲 會有神秘的禮物要送給你們 所以記得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後面 才不會錯過得獎的機會 那現在的手機主要有兩大陣營 一個是搭載iOS系統的iPhone 那另一個就是搭載Android系統的手機 那現在的人通常兩年左右就會換一支手機 有時候可能是換iPhone 那有時候是換三星或是小米華碩之類的 那如果你換到不一樣的作業系統的話 例如從Android換到iOS的話 那你就麻煩大了 因為你會發現有很多東西是不能直接轉移過來的 這樣的話你好幾年的聊天紀錄 就沒有辦法轉移到新的手機上面了 那為了要拯救這個狀況 我這邊有一款很好用的軟體要介紹給你 就是iCareFone for WhatsApp 它可以把Android手機上面的WhatsApp資料 轉移到iOS手機上面 或是iOS手機上的WhatsApp資料 轉移到Android手機上面 那同樣系統的手機之間也可以轉移 你只想要備份聊天紀錄的話 那WhatsApp、Line、WeChat 都支援備份聊天紀錄到電腦上面 那當然以上這些操作都不需要越獄 所以你們可以放心使用 那這個官網的網址 我已經放在資訊欄裡面了 你們可以直接點擊連結去官網下載 那我已經下載過了 把iCareFone for WhatsApp打開之後 就會看到這個畫面 那因為我的電腦是深色主題 所以背景是黑色的 你們也有可能會看到白色的背景 那這都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要轉移WhatsApp 所以點最左邊這個 接下來這個畫面就是要連接 你要轉移的手機 把舊的手機跟新的手機都接上電腦 插上去之後畫面就會顯示你這兩隻手機 我舊的手機上面有一些聊天紀錄跟照片 是要轉移到新的手機去的 如果你的設備員跟目標員要對調的話 可以按中間這個切換箭頭 那我們要繼續就點傳輸 他說新的手機上WhatsApp會被覆蓋掉 那我新的手機上面沒有資料 所以沒有關係 如果你有資料的話要先備份 那就點繼續 那現在要創建一個新的備份 手機上點右上角 點設定 然後點對話 點對話備份 備份到Google雲端選不用 然後點綠色的備份 他就會備份在手機裡面 然後電腦上面點繼續 那電腦就會開始獲取你手機上WhatsApp的數據 時間會根據你資料的多少而有不同 那好了之後你就會需要驗證手機號碼 那你就輸入你的手機號碼 然後點驗證 那記得你在WhatsApp上面 在設定帳號 雙重步驟驗證 這個不要啟用 有啟用的話你要先把它關掉 那沒有問題就繼續 你手機會收到驗證碼 輸入完驗證碼之後點驗證 然後等幾秒鐘 這個時候就會開始生成還原數據 然後在你的新手機登入WhatsApp 登入之後電腦這邊點已登入 但是我的iPhone有開搜尋功能 那這個要關掉才可以轉移 那去設定 點有你的頭像那一排 把Find My關掉 那中文叫尋找 關掉之後點從事 然後它馬上就傳輸成功了 然後iPhone就會自動重新開機 那開機之後打開WhatsApp 就可以看到聊天紀錄跟照片 完全轉移過來了 如果你沒有要轉移 只是要先備份的話 選這個備份 一樣手機插上電腦 那手機這個USB傳輸點是 點立即備份 那手機上跟剛才一樣 手機上點右上角 然後點設定 然後點對話 點對話備份 那備份到Google雲端選不用 然後點綠色的備份 它就會備份在你的手機裡面了 然後電腦上面點繼續 那它就會開始獲取你手機上的WhatsApp數據 那這時候需要手機驗證 你就輸入你的手機號碼 然後記得關閉兩部驗證 然後點繼續 然後再輸入你的驗證碼 然後點驗證 那驗證完成就會生成備份 那幾秒鐘之後就完成了 那你也可以查看備份 看一下聊天紀錄 全部都已經備份下來了 那如果你要把備份的資料 從電腦回覆到手機的話 選擇查看和還原 手機一樣接上電腦 這邊我先選回覆到Android 然後按立即還原 點繼續 然後輸入手機號碼 記得要把雙重驗證關掉 沒有問題就點繼續 然後輸入收到的驗證碼 然後點驗證 驗證完之後它就會開始傳輸資料 傳完之後你會發現 原本手機上舊的WhatsApp自動被刪除了 那你就去商店把WhatsApp下載回來 那載號之後把它打開 點同意並繼續 輸入手機號碼 然後點下一步 然後輸入你收到的驗證碼 驗證完之後它會跟你要求權限 那你就點繼續 然後允許 這個也是允許 那它這邊就找到備份 我們就點回覆 那完成之後就有回覆成功了 那希望這支影片可以幫助你們成功把WhatsApp轉移到新的手機 那我會送出五個免費的註冊碼 記得去置頂留言填寫表單 那填寫完之後要在這支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 否則就會失去中獎資格 那沒有抽中的也不要擔心 資訊欄我有放30%的折扣優惠碼 你們在官網買的時候就可以用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掰掰 說明內容 我看見到我們的小鈴鐺 我們在我們的小鈴鐺 我們在小鈴鐺 我們說:「哪有多少位